字幕剩下1.3.21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SoftwareSurfing的節目 今天就繼續為大家研究 CAMELAWAR這個軟件 CAMELAWAR最主要是一個相片修改 或是一個影像處理的軟件 本身也是一個強大處理WAR的軟件 當然除了WAR之外也可以處理JPAC 或其他圖像檔案 其實我這幾天看到一些文章 都說過Photoshop和Lightworm的比較 其實Lightworm除了我們包含CAMELAWAR這個軟件之外 其實在Lightworm裏面 如果我們只用來撿相片的話 它的功能在Lightworm裏面有CAMELAWAR是一樣的 只不過它多了很多管理功能 或是我們可以做一些批刺功能 令我們可以做一次工序之後 可以令整輯相片同一時間做完所有的改變 但在我自己來說 我們不是一個專業的攝影師 平常處理的相片有限 可能我們偶爾外拍照 每次拍照 可能我過百張相片也好 可能我們每張相片 所需要的處理光暗 很多的改變是不同的 還有看回每個人的習慣 我自己來說 我兩個軟件都有用過 但我始終都喜歡在Photoshop裏面的CAMELAWAR 我覺得比較就手 除此之外 我上戲以前也跟朋友聊過一些問題 我們現在就用CAMELAWAR 我們教大家如何去執照 但過去有些朋友說 執照好像做假 當然這件事真的是見仁見智 在我自己的立場來說 我覺得適當的後期處理是應該的 我記得當年有件事發生過 我有一個攝影的資深朋友 他自己的攝影器材也挺強勁的 有一次我們一起去分享一下相片 我給了相片看 他問我 你是不是換了相機 換了一支鏡頭 我說沒有 只不過很多相片 我用Photoshop做一些修改 出來的效果等同一些很昂貴的鏡頭 我朋友說 請你做假照 這些都不是技術 有時我就在想 如果我沒有錢 我不能買到一些很昂貴的器材 你有錢你買到了 你買了一支很貴的微距鏡 或者買了一支很漂亮的人像鏡 相機也是一些很高級的專業相機 你透過這些器材能夠拍到一些很漂亮的相片 如果用普通的器材 我不能做到這樣的效果 或者我加上一些濾鏡頭 做了一些特別的效果 這類的情況 我朋友都會覺得就是技術 但如果我用Fluosol 加上一些便宜的器材 做出相同的效果 那為什麼這些不是技術呢 在我個人來說 我不是做一張假的相片 只不過我運用了有限的資源 運用了另一種技術 做出來的效果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在我個人來說 執照也是一個涉獻的技術 但是我們執照的時候 有宗旨的 我盡量保持這張照片的質疾性 言歸正主 說回我們今次的CAMELA WAR 我們第三部份 上次我在右邊的部分 我已經說過第一 基本和第二曲線 這兩個工具 今集開始 暫時我不說第三個 先去到最後的一個 這個叫快照 我先按下去看看 其實快照有一點點 等於我訂購的 我們可能把一些工作程序 記錄了 隨時我們回頭 如果我們玩在Fallosop 都會知道 在Fallosop裏面 有一個叫做步驟 它會記錄了整個 我們修改的過程 我隨時可以 還原某個步驟 很可惜 在CAMELA WAR 沒有這個功能 雖然它不能自動 記錄了我們每個步驟 但是我們可以用人手去記錄 用快照這個部分 首先我們看看做法 我先去到我的基盤 本來這張照片是原相 我想先做一些改變 假設我想把他把平衡改了 改完之後我先做其他事情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先做一個快照 我去到快照這個位置 在下面我們按一下這個位置 新增一個快照 明清可以改的 今次我不改名 確定 記錄了這個快照 這個快照就是記錄了現在的情況 我去到我的基盤裏面 今次我想改變他 我想改變他 色調 甚至光暗 都可以改變 當然 正常我們做修改 不會這麼簡單 我今次做示範 當我做完這些修改之後 我又可以去到快照裏面 我可以再增加一個快照 再按一下 現在有兩個不同的記錄 等於我們有兩個不同的步驟 而想去到第一個 你會看到 回到我們之前 接著這個 我們改變了 一些光暗和色溫 同樣我們可以再做 我們今次可以把這些陰影推高 或者今次把我放在這裏面推高 我做了誇張一點點的事 再去 我又可以加一個 現在就記錄了我們不同的步驟 所以我需要還原很容易 按一下 按一下 去分 上步 按一下這個 接著我可以再做其他事情 甚至可以做一些分線 都可以的 可能 譬如我這個 剛才我增加這個 飽和度 今次我想把最比度增加 增加了之後 但我最後也不太喜歡 我回去 去分上層 或者去增加飽和度 都可以的 這個 不同的步驟 我們可以 記錄了我曾經做過的事情 隨時回到每一層裏面 這個就很好用 平時很多時候我去執照 我都會去記錄了某個步驟 當然 我們完全回去 原始起點 就不難的 很簡單 我們可以這樣按一下 都想完全回去 原始起點 但要去到中間某個步驟 就記得我們運用這個快照 講完這個快照之後 講回其他工具 看看第三個 這個叫細步 細步主要是控制一些 銳利化 和減少雜訊 銳利化的意思是 有時可能我們 複相比較濃 可能我們把線條 推高一點 讓它的銳利度 增加 現在的複相 你看到的效果 不明顯 還有 減少雜訊 也是 如果複相 雜訊多 我們可以推高 令它的雜訊會少 相對 如果我們減少雜訊的話 其實上線條 沒有那麼明顯 很多時候 這兩個功能 為何會放在一起呢 就會將它 相對 減少雜訊之餘 銳利度 又會提高 這一個 標準 差不多 其他細緻的部分 你自己去試一下 第四個 這個 HSL 其實這一個 我之前也教過大家 這是我自己常用的功能 裡面分了三部分 第一個 色相 第二個 飽和道 第三個 明道 明道 其實就等於 降暗 先說中間這個 也是我之前也教過大家的 好像這張照片來說 我們想把藍天 弄得漂亮一點 很簡單 原來這個飽和道 是分開了不同的顏色 如果現在我想直接 再把藍色推高 留意一下 我誇張一點 推到一百 你見到 整個天都藍了 當然 我們沒可能這麼藍 很誇張 原來 這個功能 可以將我們 局部某個顏色 把飽和道提高 通常我們 越想藍天漂亮一點 就不會很多 但有可能 我們加二十 三十之間 兩個天的顏色會漂亮 鮮一點 屋老師會好看很多 除了藍色之外 很多時候 水綠色 也會推高一點 另外一天會更漂亮 其他顏色也是一樣的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方法 再加和減 如果像我們拍花 有一朵紅花 你可以推高 它的紅色 令這朵花的紅色 更加鮮艷 但其他顏色 又不會怎麼改變 旁邊 色相 我之前也教過 在Furosawa 原來可以把顏色改變 像現在一樣 你看到 這位置是藍色 藍色 變成紫色 推過來這邊 變成紫色 推過來這邊 變成淺藍 我試試推過來這邊 你看到 整個天變紫色 它只影響到 這個藍色 你看到其他顏色 它不會影響 但我覺得 這個功能 我們比農偶的機會 不是太多 在紫色中 我自己也很適量到 色相 這個功能 先回到 0 這個 就是明度 我叫它明亮 同樣 我們可以把某個顏色 控制某個顏色 去光暗 現在 好像我的架設 我用藍色 我只會讓藍色 更加暗 如果我推高藍色 我看到 天 就變成白了 現在開始 但是看見其他顏色 沒有什麼改變 通常我們要怎麼用 特別像我們藍天 剛才我們有飽和度提高 除了飽和度提高之外 我們把藍色的光暗 調暗也可以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我們拍照也是 我們嘗試一下 曝光降低一級 例如我們平時的EV-1 拍出來的 天會比較藍 同樣的 我試一下 把它推下來 現在0正常 我把藍色推下來 看見天會比較藍 看見天會比較藍 最深色的 天會變成很深藍 當然 我們也不會通常這麼深 推低一點 效果跟剛才我們用的 飽和度都相似 但哪一個會比較漂亮 我們要嘗試一下 在不同的環境 有不同的 包括我們用其他顏色 也一樣 因為有時候 我們夠暗了 不等同 它的顏色會鮮艷 但我們通常用飽和度 顏色會比較鮮艷 然後 我用另一張照片 試一下 這張照片 我之前也教過大家 怎樣做 那次主要是 弗洛索去做 這次很簡單 我怎樣去做一次 其實我最主要 射功術 可以變成黑白 但是 唯獨是佛像 身上金色的袈裟 我保留他的金色 有一個特別的效果 我們看看我怎樣做 我選擇 HSL的調整 接著 我們要選擇 飽和度 最好 逐個顏色去選擇 首先 下面開始 陽紅 看到效果好像變化不大 紫色 效果也不大 但藍色 你會看到效果大 因為這張照片 大部分的東西都是藍色 所以藍色 拉過來 看到天色就變黑白了 水綠 拉過來 很多地方都變黑白了 綠色 拉過來 基本上 除了袈裟之外 大部分的地方 都是黑白的 如果我拉一個黃色 拉黃色完全失去了 但你會發現 原來不單是黃色的 原來還有一個橙黃 包括在這裏面 我們把黃色推回中間 先看看 有時候 原來我們做一下這些 改變 都知道原來我們肉眼裡的顏色 裡面是包含 究竟是什麼顏色的 要先把橙黃 試一下 推過來 看到這件衣服暗了 所以這個 我們保持正常 最後 我們把紅色推過去 看到 變化不太大 因為整張照片 裡面的紅色不太多 雖然現在你看到 有些地方也有少許和 比如 頭部也有少許 這些位置也有少許 暫時 到這個位置 我下一集 我會把這裏面 再深入一點 頭部 其他地方 那些黃色也不見了 這些是下集 才介紹到現在 這裏面還未完成 我們想把這些 金色 黃色 想把這裏面 鮮艷一點 我們推高 相反 推高 變得鮮艷了 我透過這張照片 看到一個很典型的 我如何運用 這個HSL的 飽和度 如何調校 接著我們下一部份 這個分角色調 在我自己說 都是比較少 亦都比較難明白 如果我推高 例如我今次推到這個位置 用藍色 飽和度 推高 看到那些黃色是藍色的 還原 所以 這個就是把某個顏色 去做一個變化 但平時我們用的機會 真的不多 所以這部份 我就不說下去了 看看下一個 這個真的很好用 這個叫做鏡頭校正 看看例子 首先我們在這裏 我們選這個 我們自動掃瞄 按一下 所以 你發覺到 他馬上會看回數據 就知道 現在我正在用 Canon的相機 那支鏡頭 是17-40mm的輪圖 因為輪圖的關係 通常有些少許變形 這裏都直接幫我們做一些校正 留心一下 現在我開了這個自動校正 看著畫面 如果我關掉它 看到屋上 是有少許凸起了 我們通常叫做枕撞變形 如果我開了它 看到它向下突然凸起了 那些線條比較拉直一點 我們將它的變形改善了 除了變形度之外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的鏡頭 尤其是輪圖的 都會產生少許黑角 它這個功能 都會依應不同的相機 鏡頭 它會幫你做一些修改 令你的照片出來的色澤 就會更漂亮 而且變形也會減少一些 或者我們換一張照片看看它的效果 這張照片是用魚眼鏡去拍攝的 同樣我選擇這個鏡頭校正 就選擇它 這次我不是用手動 最主要是開啟這個掃描 它會立即讀到我的鏡頭 這張照片是8-15mm的魚眼鏡 明顯可以看到它們幫我全都拉直 有個效果挺有趣的 如果我們用魚眼鏡 通常都會變形的 但如果我用了這個功能之後 它就幫我扭證 做一個修正 就像我這樣說 多了一支YN稿 有時候旅行的時候 原來魚眼鏡都是用的 除了之外 你看到這張照片 左右兩邊的角位的光線不同 我現在可以透過這個雲影去做一些調教 我們先看看雲影 我拉到這邊 看到雲影有點暗了 上面的位置有點暗了 但也明顯看到一邊左邊右 好像光線不太好 我先回到中間 接著選擇手動 其他地方就不動了 這個也是把它左右變形 它自用假證之後也對 最主要就是這個雲影 我將它推到這邊 看到雲影還沒有暗了 而且這裡是終點 我發現現在的效果還沒有那麼理想 我拉過來一點 現在呢 慢慢看到它的角位 顏色比較漂亮 所以有時候明明不單是處理了一些黑角 有時候可能遇到這樣的特別情況 我們可以做一些調教 接著我回到照片 繼續去下一步 接著就是粒狀和雲影 其他都是差不多的東西 試一下推過去 看到增加一些雜訊 這裡也是 如果我們推過去 都是幫一些黑角 這些效果 其實我覺得都比較少用 所以我們也不再講下去了 這部份 這個 這個教證 這個也是同樣的 通常我們都比較少用 它使用幾種不同顏色 去做一些教證 但是我之前教的 在這部份 都能夠做到相同的效果 但在這裏我覺得 比較複雜一些 如果大家對色澤光學員 很深入研究的話 其實也不要做這些 我盡量用前面的第一個基本 或者曲線 其實曲線我覺得也少用 所以我用最多的是第一個 和第四個 和第六個 校正 或者我們這個 自動功能 和最後有個快照的 今集和上一集 加上 我已經說了 右邊的所有工具 下集和大家研究一下 上面打橫的工具 下次再見 拜拜